念之而畏说法 此尊表现出观音在云中成龙的姿势 以寿中之王的龙 辟语观音威力 为三十三身观音内的天龙身 持经观音 应手持经卷之故 称为持经观音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 应以生文身得度者 极限生文身而畏说法 此系因生文乃听文如来之说法 而得道者 故意手持经卷表示说法 圆光观音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 无垢清净光 会日破诸暗 能浮灾风火 普明照世间 此尊乃观世音菩萨慈爱圆满 光明赫赫的表征 法相为身后有圆形 大放光芒的背光 盘坐合掌于岩石上 圆光表观世音菩萨的福德圆满无缺 游戏观音 观音菩萨教化的圆通无碍 不拘实处 视线游戏自在 无智无碍 故有此称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或被恶人竹 堕落金刚山 念笔观音力 不能损一毛 直观音化身 白衣观音 又名白处观音 白柱处观音等 白色为壮色之本 表万德具足 又表菩提心 亦即柱此白净菩提心 金云白即菩提心 柱菩提心 故称白柱处 此菩提心 由佛境界生 常驻此处 能生诸佛 此观音墓 即莲花布之主 莲卧观音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 因以小王身得度者 即现小王身而未说法 此尊何掌盘坐于 由青池中 掌出之莲花座上 为三十三身 观音内的小王身 辟欲如小王尊贵之身 坐卧莲花上班 龙剑观音 此尊献火坑 变长池之身 安坐断崖上 观看瀑布之姿 又名飞瀑观音 观瀑观音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 假使心亥意 推落大火坑 念笔观音力 火坑变长池 为其由来 诗要观音 主治众生身心病苦的观音 浦门品济云 观世音静盛 于苦恼死恶 能为座医护 其像坐于水旁岩石上 右手撑甲步 左手插腰 凝视莲花 鱼蓝观音 其形象手持鱼蓝 或成其大鱼 泄起源于我国唐代民间之信仰 现今盛行于日本 德王观音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 应以梵王身得度者 即现梵王身而未说法之观音化身 盖梵王乃色界之主 其德殊胜 故称德王 是座流通之相 为夫作严上 左手安置于其前 右手持阳柳 水月观音 又称水吉祥观音 水吉祥菩萨 使观世音一心观水象之印化身 此尊为白衣形姿态 站立在漂浮于海面上之连半上 进行观照水上之月 为三十三身观音中的 辟之佛身 这里的水中之月 被用来比喻 般若波罗蜜多星经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的佛教义礼 一夜观音 又座连夜观音 南海观音 因观音大事 成一片连夜浮于水上 故有此名 相传日僧道元 自中国规返日本途中 遇暴风雨 时道元于船上莫倒 呼见大碑尊 成一脸夜浮于海上 风浪碎止 及登岸 科其所堵观音下 安奉于南海浦陀山观音寺 以此故有南海观音之号 清景观音 若有众生念此观音 则可远离不畏恶难 得解脱诸苦 以此尊观音为本尊 其愿除病灭罪 严命等而修之密法 成清景观音法 清景大碑念诵遗鬼仔 其相为三面四倍 色持之物为杖 莲花 轮 锣 四种 深色为红白 景为青色 表烦恼及菩提之意 威得观音 是折服之威 和摄取爱护之德兼备的观音 普门评有 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 即献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 乃其由来 天大将军威得全备 顾名威得观音 法相所惠姿态 以左手执金刚处 献折服之威 右手执莲花 作炎时尚 炎命观音 此尊能消除咒诅及毒药 宁众身炎命长寿 故称炎命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 咒诅诸毒药 所欲害身者 念笔观音力 还酌于本人之象征 法相慈悲柔和 莲花月轮片助元光 身着阴落 妙满及天衣庄严 众宝观音 右手扶地立左膝 左手置于其上 现安稳下 为三十三身观音内的 长者身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 若有百千万亿众生 为求金银 流离 车渠 车渠 马脑 珊瑚 琥珀 珍珠等宝 入于大海 假使黑风吹起船网 飘躲罗刹鬼国 其中若有乃至一人 呈观世音菩萨名者 使诸人等皆得解脱 罗刹之难 乃其由 盐护观音 此尊端坐盐窟内 欣然欣赏水面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 玩舌及腹歇 气毒焉火燃 念笔观音力 寻生自回去 因这些独虫 夺盘踞窟穴内 未免其出动 危害众生 观音因此坐镇严枯中 保护众生 能静观音 能静是使波浪平静之意 也表能灭诸有苦 能静观音 应能救护遭难者 使得平静安稳而得名 为海陆守护神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 或漂流巨海 龙于诸诺 念笔观音力 泼浪不能墨 阿诺观音 其象为坐于岩上 而坐观海之状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 或漂流巨海 龙于诸鬼难 念笔观音力 泼浪不能墨 盖以巨海 龙于 与阿诺达持有因缘 故称阿诺 阿谋提观音 即无畏观自在菩萨 形象为三目四倍 成白狮子座 面向左方 头上戴宝冠 以白莲花为庄严实 前二手支持凤头之空喉 令左上之手掌脱膜结鱼 右上之手持白色吉祥鸟 左足弯曲于狮子之顶上 右足垂下 同神发光艳 面貌慈祥 夜衣观音 其形象以夜衣观自在菩萨经 为天旅行 待宝观 观中安置无量受佛 事有阴落及环串 火焰环绕 通生圆光 共有四倍 有第一手当凶 持吉祥果 第二手结诗愿印 左第一手执乐府 第二手握卷锁 左莲花上 自幼以来 以此菩萨为本尊 消除异病 处异 劫贼 苗架 重等 且休息祈祷无病长寿 称夜阴观音法 琉璃观音 又称高王观音 香王观音 观音双手捧琉璃香炉 礼连伴上 轻拂与水面 为三十三身观音身中的自在天生 多罗尊观音 泛名多罗 亦为旧度 故又名旧度母观音 使多罗菩萨应现 法相微笑 着仙百依 手有法际 做天际行 直立云端 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云 获执怨贼绕 各执刀加害 念笔观音力 贤己起辞心 为此尊有来 今云 此观音 入谱光明多罗三昧 以三魅力 从幼木桶放光明 光中献妙女行 主书圣妙三昧 以无价至宝 庄严身体 能除众生苦恼 又是一切众生喜悦 遍入诸佛法界自行 格力观音 以其坐于格力中 故有此称 此乃起源于唐朝以后之信仰 非经轨中所在 据佛祖统计卷四十二 唐文宗开诚元年条记载 唐文宗使格力 有弊而不开者 乃分相导之 格力呼变现菩萨之行 地乃照中南山为正禅师 问此应由 后并昭告天下四月 礼观音响 此为格力观音 信仰之烂伤 普遍为愚民所重信 六十观音 取观音大悲甚深 于昼夜六十 常哀悯护念众生之义 故称六十观音 表观音三十三身中之居士深 一般流通者为立像 右手持饭且 普遍观音 相当于法华经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所在 因以大自在天生得度者 即现大自在天生而未说法 直观音化身 其形象为两手隐藏于法衣 而向前下垂 立于山上 大自在天 乃三界之最高神 以其威德殊胜 而配以观音平等普遍之慈悲 故称普悲观音 马郎妇观音 即于兰观音 此尊法相则为丕天一 两手重立 为三十三身观音身中的妇女身 合掌观音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 若有众生多于盈欲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便得礼欲 若多称慧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便得礼欲 若多愚痴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便得礼欲 经云 虚心无念合掌 观世音菩萨便会显现于三昧境界里 此尊法相为合掌立于连台上 乃三十三身观音中的婆罗门身 亦如观音 观音坐在云中 莲花座上 立左膝 现征服雷电之姿 为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 云雷古车电 降薄数大雨 念彼观音力 因时得消散 亦吉不二之义 如吉不义之义 以一如之观法 雷电与观音妙志 乃不二不义 不二观音 此观音成一片连叶 浮于水面 为三十三身观音中的直金刚神身 直金刚神乃佛的守护 也是佛的化身 以其本不二之义 故名之 持连观音 法相双手 只持一金莲花 观世音菩萨 都以莲花 为本事象征 以未开 或以开莲花 为持物 观世音菩萨 那浦门品云 应以童男童女生得度者 极限童男童女生而未说法 为持连观音由来 为三十三身观音中的童男童女生 洒水观音 此尊是左手持镜瓶 右手持杨柳枝 立于地上洒水之菩萨 浦门品云